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Cheese Wedding台湾区负责人吴希云 坦白说拍婚纱照本来就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出国度假的时候 心情一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兴奋 所以Cheese Wedding爱婚女的概念就这样产生 我们把婚纱拍照,结婚和出国度假结合在一起 带给新人一个特别而且甜蜜的永恒回忆 海外婚礼它不是幻想,它是你我都可以轻松实现的美梦 但是在实现美梦之前,还有些功课是要做的 譬如说,你希望什么样的季节举行婚礼 那适合哪些的国家,或者电讨过来,你特别喜欢哪个国家 那我们就要选择最适当的季节出发 再来有些特别的季节,譬如日本的樱花,薰衣草,或者是枫叶等等 这些时节都是要特别去注意 但是现在大自然的这些时节,已经越来越难以预测 所以大家不要祈求太多 另外,在礼服挑选的部分,也会特别的要新人们注意 那就是要考虑到搭配选择的国家的地点 譬如说,我们到布丹的地方,可能挑选的礼服就不需要太华丽 那如果到巴厘岛的地方,我们尽量就挑选礼服的质料 是比较轻柔、凉爽的 就不需要在挑选像在台湾婚宴的时候 有很长很大的拖椅的那种的礼服 还有最重要的,也是我一定会提醒新人去想一想的 那就是在规划海外婚礼的时候 是以婚礼为重,还是旅行为重? 海外婚礼的前置作业规划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如果在乎的是婚礼的品质 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专业 而且经验丰富的海外婚礼公司来帮你操作 然后多比较 Cheese Wedding希望帮每一位新人留住最初的那份感动 并且将那份感动持续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 Cheese Wedding祝所有的朋友们幸福美满 谢谢